讨厌 与他们的文化 只要把产品归得出 的处理 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会做出很多荒唐的事情 但是老是觉得应该走出华人的圈子 应该多接近一些当地的社会 我本身到这里也是没有拘留 有很多地方是遇到麻烦的 静下来的时候我会想 到底我想得到什么 我出国 我拼搏 我奋斗 到底为什么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拥有漂亮的建筑 独特的文化 一直都是旅游人士的圣地 2003年3月11日 马德里市中心的火车站遭受连环大爆炸 一千多个人死伤 这一次恐怖袭击留下哀伤的记忆 至今仍未能完全在西班牙人脑海之中洗去 冷风中微弱的烛光 似乎提醒了图人 对生命能有几分把握呢 来自上海的吴镇 有憧憬 有自信 认为命运应该操纵在自己的手中 初来说我一个人 也没有亲戚朋友 但是那时候呢 我妈妈给我很大鼓励 就是说男孩子嘛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男孩子在四方 你应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以旅游身份来到西班牙 然后以黑市身份留下来 吴镇在不同的城市 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 发觉命运不是那么容易控制得了 人生地不熟 在这里你没有语言 这样的话呢 你会觉得很孤单 很无助 因为你没有语言的话 你在这里的话寸步难行 我在一个中国餐馆 做跑堂 但是同时呢 有空的时候呢 要经常到外面发这个广告 一天呢 我发广告呢 在火车站附近 发广告 然后呢 正好被两个西班牙的便宜警察 查身份 结果呢 我那时候什么没有身份 然后呢 他们就把我抓起来 我在中国从来没有坐过牢 从来不知道坐牢是什么滋味 但是呢 我第一次坐牢 我是在国外 在西班牙坐牢 在拘留所被他们关了三天 但是那时候呢 我还是比较老公 我想无所谓了 真的如果天意叫我回去的话 我也就回去了 送回去就送回去了 三天以后 已经发现审判以后呢 就是说 把我去路出境 但是呢 他们给了我一张 只不给了我一张纸 让我自动离境 这样的话呢 又把我送到了大街上 我又重新自由了 黄成福 中国籍的朝鲜人 虽然从小在国内长大 组织家庭 外貌跟中国人没什么分别 还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但是他一直觉得 自己只是一名二等公民 在中国朝鲜州人 让我讲实话吗 讲实话就是有点 受到一点点歧视了这样的 他不是说他政策上 他是不歧视你的 不过到实际这个行动上 就是假如说 落实到你这个个人身上 他就歧视你了这样的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 黄成福决定到国外见识一下 有一次这个韩国 他们那个会社造人嘛 就造个厨师 我本身还是个厨师 后来这次这个机会比较好 后来我也不需要 花什么钱出来这样的 现在一般在中国 出一堂股是很不容易的 花很多很多钱 当时我这个不需要花钱的 都是我的一个勤勤给办的 就是想多挣一点钱 就是把改善一下生活这样的 我在船上就是坐了一个半月 以后这个就是运船 运船就是运的 就是吃一点吐一点 喝水都要吐出来的 所以这个船长一看就不行了 就让我回家 本来并没有打算在国外拘留 但为了再筹集上船所花的旅费 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 在西班牙碰碰运气 加上妹妹妹夫也在这里 黄成福就决定暂时留在马德里 上岸之后 黄成福朝鲜人的身份 竟然在异乡之中成为他有利的条件 我有一个朋友他给介绍的 说一个韩国老板正在找人 找这个朝鲜住人 完了正好我是比较合适 其实马德里有不少中国人 都好像黄成福一样 以旅游身份入境 留下等候政府大赦 吴振就是其中之一 既然选择出国这条路 是我自己走的 我自己选择的 这样的话我总应该努力一下 尝试不到最后关头 我不会放弃的 我天生比较乐观一点 而且我认为 好像人悲观的话 如果一个人老是很消沉的话 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 那时候呢只有大概五万别的打 相当于三百块 三百块左右欧元这个样子 我来了马德里以后呢 就是说我在一个私立学校 一个语言学校 私立的语言学校 学了半年 打了一定的基础 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呢 然后呢就是我一边做工 一边在家里自学 老师觉得 应该走出华人的圈子 应该接近一些 多接近一些当地的社会 而黄成福发觉他在西班牙 跟在中国的时候一样 依然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在这里还是国外的 在这里也是 也还是得到很多 不公正的待遇嘛 因为我本身在这里 到这里也是这个 没有拘留啊什么呀 有很多地方是遇到麻烦的 国内也是心里空虚嘛 心里一直在空虚啊 就是我也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 就是不是说金钱能满足的 我就突然想起 我要到教会去看看 不过你一想到那里 是好像很神秘啊 很神圣的地方 我就是我住在那个 武塞拉那个地区 有个华人教会 我就在那里徘徊 一直在那里转转 就是过了几个星期以后 我终于鼓起勇气进去了 我说我可以听听吗 他说欢迎啊 可以进去听一下 教会的朋友所唱的诗歌 都为黄城佛带来许多的安慰 但是他对圣经 还是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 他们就给我一本圣经 我看了以后也是很不理解的 一直在挣扎啊 这到底是可不可以信呢 一直在挣扎挣扎 正好是那天是灰餐 灰餐以后吧 他们就问我 觉不觉知 我这个人心比较软的 我已经饭也吃了 也不能不给他们面子 我说我觉知 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这样就稀里糊涂就信了 人生应该不断地努力 应该不断地奋斗 但是呢没有一个精神 不知道到底最终 应该是什么样 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所以说 有时候我静下来的时候 我会想 到底我想得到什么 我出国 我拼搏 我奋斗 到底为了什么 烦门的时候 也去过赌场 也想寻找一些刺激 也去过一些娱乐场所 想摆脱暂时性的 就是说麻木自己 或者说摆脱一些 一些烦恼 但是都没有 都没有达到这些效果 就是说能使我 把我从这些烦恼中解脱出来 2000年西班牙大赦 吴震得到了拘留的身份 因为西班牙语说得流利 他找到一份 在冰狗赌场 做服务员的工作 收入大大的提高 按照现在收入的话 我差不多和一般 普通西班牙人工人 他们的收入差不多 在1500欧元左右 但是虽然收入对我来说 是不错 比我原来在中国餐馆 中国华人圈子里工作的时候 要高 对我来说 我越来越不喜欢 因为给我精神方面 造成了很多的压力 赌场的客人大部分是老年人 他们大部分都退休了 他们生活过得不错可以说 因为他们的退休工资都很高 而且有房子有车子 在他们生活当中 经济方面他们不缺什么 但是他们觉得很孤单很无聊 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神 都是那样的 那样的很呆滞 很麻木 你会发现生命对他们来说 似乎已经失去意义了 时间 生命 家人 或者说 所有的所有 所有的其他的一切 对他们来说 好像都是 没有意义的 对他们都是 对他们来说 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他们唯一的 唯一的兴趣就是 在赌博里面 当我有一天老了 而我那时候 也像他们一样 比如说很有钱 但是不是 也像他们一样 过他们现在过的 这样的生活 之前 吴振曾经在街上 收到教会派发的福音单张 但是他并没有认真的去看过 在中国大陆 其实都是唯物主义的教育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信仰是一种迷信 一开始我也认为 所有的宗教信仰 都是一种精神寄托 给那些比较软弱的人 而我靠自己 我认为那时候 原来认为自己不需要 一天回家以后很累 然后常常觉得很无聊 人生很空虚 因为每次想到 这些人生的意义的时候 就觉得一种 很迷茫的一种感觉 我有一个习惯 那时候在床上的时候 我经常回家以后 我常常会吸烟 特别是在国外这个环境 我认为更加不可能 因为很枯燥 而且工作有时候觉得很累 几乎认为自己不可能 你把烟戒了 那天晚上 我跟神求 我说你如果真的存在 我说你帮我把烟戒了 因为我靠自己做不到的 如果你真的存在 你帮我把烟戒了 然后从那天开始 我也就是说 真正的去思考 神是否真的存在 和神 耶稣降生的目的 他到神肉身的目的 是不是 存在耶稣这个人 而且 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 认真的读圣经和福音书籍 吴振同样有好多疑问 很奇怪的是 就是说 每次当我心里有问题的时候 当我想要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 好像心里就是说 有另外一个声音 会不断地帮我解答 但是吴振亲身经历到 上帝答应他的祈祷 令他体会 原来他理性的认知 是很有限的 奇怪的是 就是说 在今天的当中 我也吸过两次烟 这两次 都是在和同事聊天喝酒的时候 以后吸的 在吸烟这个过程 而且吸烟以后 都会很反感觉 就是说 这个烟的味道 就是说 可能我想这也是神的帮助 可能是 每次当我想要吸烟的时候 我说 主啊 你帮我 我已经求你了 你要帮我把这个烟戒了 我就很简单的 就是这样求他 然后他就是 每当我这样 发出启用的时候 确实有一种力量 就是说可以帮助我 他拿到我们的单张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呢 我要信耶稣 我要找你们谈一谈 就在那一刻之中啊 我忽然再一次感到 神的福音 神信仰的这个大能 带给这一个千年人呢 本来好像什么都蛮不错的 好像他觉得他自己也很棒的 但是他仍然了解到 他自己还有一事不成 心里面还有一点欠缺 戒不掉烟呢 但是这位耶稣 这个信仰 却能够帮助他 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学的东西很有限 为什么我就认为自己 好像非常厉害 非常非常坚强 经过激烈的一些思想的挣扎以后 最终就是说 我踏出过这个关键的一步 就是说 决定真正地信靠我们的职 这是我一生当中 最重大的一个选择 对基督教信仰同样抱着怀疑 黄成福在街头 碰到来自美国的福音队 解答了许多他的疑问 我们就在地铁站呢 遇到了成福啊 派一些报纸啊 单张啊 送一些VCD给他 从最开始一个怀疑 到最后感到这件错不了的事啊 他就去追求 多一点去认识 想不到呢 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左右啊 成福呢 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从那以后我就 就是从 以前是这个 嘴里信这个信力不信嘛 从那以后 确实是就是信服口服了 彻底信了这样的 我服了就是 神他不是按照人意来的 就是我 就是以前 我信主以前这个神吧 都是我想象出来的这种神 你能满足我这个呀 你应该这么做呀 那么做呀 他神本身创造人嘛 他不是人 人创造神 所以他神 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形式嘛 就是 自从信了耶稣以后 心里上有平安 有满足 像以前的空 无法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上的东西 能满足的 他一切都满足了 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会做出很多很多荒唐的事情 信了主以后吧 就是应该生活的 应该圣洁一点嘛 所以像以前 一种很多很多坏的习惯 比如说这个喝酒啊 还是女人的这些方面 都是不敢 就是 就是不敢想的 想做从内心上 就是可以拦住你 不要去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不过他不是说 自己这么强忍着不去做 这不是的 完全是自己从内心中 就不想去做 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事 以前呢 我实在没有心中 以前很焦急心灵 老是想在 想得到什么 但是又不知道 要去得到什么 到底目标是在哪 以前之前 只会看到别人的不对的地方 很少看到自己不对的地方 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我跟别人正常的时候 就正常以后 可能有时候一下子 比如说 没有控制好 就是说 可别人正常了 但是正常以后 我马上冷静下来 我会看到自己不对的地方 原来认为 钱很重要 一定要赚很多钱怎么样 但现在好像 不是把这个 作为一个 很重要的目标去实现 就是说 我只希望神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追求祂的心 而且具体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希望能够 使我最重要的事 使我有这种平安 像以前我是很担心 这以后的 以后的道路 不过信了住以后 就没有完全不要了 因为出国 祂在船上晕浪 人瘦了五十磅 那瘦了 但是现在的 好像加上的五十磅 是耶稣给祂的平安快乐 给祂的信心勇气 我很少看到祂不笑 我认识祂的时候 祂就来到教会 信了耶稣之后 就一直永远都有笑容 甚至有一次 我托祂拿了一些钱回教会 祂不小心让人给偷去了 祂仍然在说 我要负责任 神会帮助我 我不怕 牧师你让我负这个责任吧 那天我到这个公司里买东西 就是买东西 就把那个钱包 放在那个大包 一个背的那种大背包里 完了就这种公司吧 它不让你带背包进去的 所以我就放在外边 放在外边 它在公司外边还没有锁的 我先放在那里 赶紧去买 赶紧进去买一两种东西 就是很快的 也就两三分钟就出来了 这样就在这两三分钟之间 就没有了 在这里挣点钱是不容易吧 我也没有什么觉得很可惜 就是回家以后 我说丢算丢了吧 我弟弟 那个谁 我妹妹他们说 我说感谢主 你丢了钱还感谢主 他们是不明白的 不过我是没有什么太大 心理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惋惜 成福所认识的神 透过他每天读圣经之中 真的感到神与他 常常在一起 给他平安 喜乐 信心 盼望 就是钱丢了 遇上什么困难 他都不回心 因为他知道神没有放弃他 黄成福和吴镇两位游子孤身在外 都很挂念远方的亲人 信主以后 我也希望家人能够早一天的信主 我也经常祷告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我现在有的这种平安 因为这种平安 神经理讲过这个平安不是四人吃的 这是神给我们的 黄成福经常透过长途电话 跟太太讲他奇妙的生命改变 我以前是很能喝酒 这样的 很多坏的习惯 在这里就是希乐族以后 彻底就远离了 远离他也听到了 听到了是有很多很多很大的改变 改变 我打电话吧 一直就给他传福音 几个月以后 他终于在这个 今年这个元旦 就是在周牧师家里 周牧师就是替他做了这个决志祷告 他一下彻底信主了 配偶了 就是彻底要信主 今天黄成福和吴镇最值得骄傲的 是拥有了天国子民的身份 就算在异乡 明天的命运不能预料 但是他们已经对生命 拥有最大的把握 到底在西班牙 在住多久 我还没有这个方面具体的打算 但是我以后的事 现在就是说不是想很多 因为我现在重要是把这一天过 每天都把 珍惜的就是说 我们每天的日子 以后求神的指引了 以后就是假如说飞黄腾达也好 那是最好的了 假如说遇到什么困难 也是有了主在跟我同在 我就没有什么担心的 黄成福 好像感到自己是二等的人 又不是纯种的中国人 又不是纯种的韩国人 但是他在这里认识了耶稣 无词 上海人很勤力很用功 打进了西班牙人的社会里面 希望成为一个一等的人 但是无论无词也好 黄成福也好 一个希望达到一等人的梦想 一个希望脱离这种二等人的困惑 他们都信了耶稣 他们都得到了天国的福音 他们有了神的爱 他们得到信仰 带给他们生命的意义和肯定 虽然我们在生活中 还会遇到很多的 暂时性的一些困难 挫折 失败 但是这只是神对我们的一种磨练 我们讲 这并不会夺着我们心中的平安 从我的人生当中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有这种感想 我到这来以后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信了主 同样 你愿意拥有天国永恒价值的身份 分享他们有的平安喜乐吗 请马上打恩宇之声的免费关顾热线 我们在各地的广播网络 都有关顾员等待和你分享福音 也欢迎你上网 www.sobem.org 跟我们联络 愿神祝福给你 耶稣他心爱你 从来不舍不起 情愿呼伤生生命 愿你可有天改变 回转真心信求 如今真心藏开 能让这生命 能让这生命 从负转变成 从负转变成 从来不舍不起 情愿呼伤生生命 愿你可有天改变 回转真心信求 如今真心藏开 能让这生命 能让这生命 从负转变成 从负转变成 耶稣他心爱你 从来不舍不起 情愿呼伤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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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可有天改变 回转真心信求 如今真心藏开 能让这生命 从负转变成 出现